虽然不怎么修炼 但是他是修炼人的孩子 那么就跟他好多朋友就跟他聊 聊他就说 他原来也是北宋的 就回来找家来了 就无谜之中 他就知道他应该去北欧 北欧全都是北宋的 北宋是其他人 大帆在面还踏上一只脚 黄中回击 马虎立平 禅人高张 一件事 小人则是军人的束手 整个国家 没搞得乌烟掌情 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 涉及到社会导向的 举职错诸网 能是网组职 全罢成是正确 但只在坚明协聚人之上 会是后者 仅仅别跟城市政治坏决 把坚明协聚的人 置于城市政治阵之上 只能使人把坏人当榜样 现在你就知道 唱三哥的人 为什么愿意甩着嗓子唱 然后他再到舞台 舞台 北京的舞台 选达恩秀的舞台 就小得不得了了 所以你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唱出来的大本嗓子 新疆啊西藏啊蒙古啊草原唱的歌 山上唱的歌 还有宜州那边 还有陕北那边唱的歌 他就是在这么空的旷野里中唱 唱完了再到那舞台那小不丁点 所以他嗓子就大 练出来了 你看那个从小在屋内室内 练出来的 都是小声音唱 不行 底气不足也不大气 你们去听听那个 哎呀我都来了 哎呀每天给你们来两个 今天不行 今天我那个 我这里头也有神的电话 可能神看我老老老 我这一星期老在听和唱这些歌 所以就把我那个电脑给搞的 没声音了 每天都有电话 你做的节目稍微不在法上 马上根本就不让你发出去 根本发不出去 所以说 你就第一念是为了救人 你就发 那么 做讲每一句话 唱每一首歌 我推广每一个歌 你都要注意 是不是能把那个人救了 是不是能把人叫醒 不能叫醒 就别说 让你的妄生经历 在众余中浩洁 如果自己不能约束自己 神就来点 让你那个人家发不出去 哈哈哈哈 我是在邪教教育中着火 就是在滚滚流程中遗失 共产党就是 你啊 谢谢大家再见 哦